今天到現場 還有所有現場的媒體先進 以及我們這邊 在我左手邊這邊 都是我相信 真的都是在替我們 動幫助 做很多這一些流浪動物的 一些工作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記者會 是這個徐曼 我都知道他徐曼阿姨 徐曼會女士 她來找我 她傳了很多的照片 這些照片其實我真的不太敢看 那她剛剛跟我說如果我不看 我就不了解 其實我一直都是了解的 那剛剛處長也講了很多的說明 我也很認真在聽 但是我覺得回歸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真的這個流浪動物 我們這個動保處這邊 我們農業局這邊你們真的要盡大 最大的破例 因為如果這些流浪動物 你們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場所 來用一個很人道的方式 來把他們收養 在這個浪浪園區裡面呢 這些問題 他一直都會存在 不是只有捕獸家而已 我覺得包括交通安全問題 因為動物他有他的天性 就跟我們人是一樣的 他只要成群結黨 他就會有地獄性 他就會有攻擊性 這種事情我從上任到現在 在議會的臨時會講過N次了 如果你們不找一個地方 去多找一些地 不一定要有多大力 起碼甚至